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馬 我是小馬子 我們今天要開的玩具主題是 獵人 獵人呢 其實我有點擔心 在擔心什麼 就是到底是不是我們現在 這個世代小朋友看過的東西 我們已經幾歲了 他是國小吧 對 在我們那個年代 其實他是真的很強的一部作品 他不亞於所謂海賊王 或者是火影忍者 我是動畫黨的啦 所以說我沒有感受到所謂他的 漫畫進度很多這件事情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就是 Remant所出的獵人的盒丸 那這組盒丸呢 他叫做邊角貼盒丸 就是他的玩偶 他的公仔 就可以放在桌角的地方 去保護桌角 但是對於我們來講 通常都是 擺設居多 對 裝飾居多 其實這組盒丸 已經是獵人的第二彈了 就是邊角貼盒丸的第二彈 那為什麼第一彈沒有買 而對第二彈有興趣呢 有看的應該知道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篇章 叫做貪婪之島的篇章 也是我們主角小潔跟奇亞 主要爆發性成長的一個篇章 這裡面所收入的角色呢 就是有他們的師父 我相信大家也非常喜歡 就是彼斯吉 那幻影旅團呢 所收入的角色分別有團長酷洛洛 然後還有俠客 還有飛毯 因為幻影旅團呢 其實想要把他一想過去 他就是在那種廢棄的鐵皮膚裡面 做得高高低低的感覺 對 在開會 對 那其實像這樣邊角貼這樣子看起來 就很符合那個感覺 就很有那種感覺 很能投射過去 主角群其實帶給我很大的回憶 所以說這一組我特別想要買回來 那細節呢 我等一下邊開箱的時候 邊跟大家做介紹 補充一下這一次合玩的主題叫做 新的冒險 修行跟按藥 他現在在爬桌底嗎 對 也好啦 他沒有爬桌上 好大喔 我想說桌大很多耶 你看 我的手拿著他這麼大一隻耶 我剛剛以為很小耶 欸 哇塞 我覺得我們好像很久沒有開玩具了 對 哇塞有點陌生耶 它裡面就三個零件 然後像它L型的底座 然後還有這個黏的 我猜應該是它底部去黏它的桌子 那這個呢 就是庫洛洛本體 庫洛本體比我想像中的大耶 我本來覺得說 它可能塗裝會稍微異色什麼的 但是因為它公仔蠻大隻的 所以 它的面雕的部分 很棒喔 好 那我們開下一個吧 他幫你拿出來了 喔 謝謝你 謝謝你 是誰呢 喔 其他 它就是宙迪克家族 然後就是我覺得以某種程度上也算是有點悲情啦 那其他它的底座呢 就比較是岩石的底座 因為他們那時候在貪婪之島裡面 就是在 很多的石頭骨中間 然後打怪做訓練這樣子 你看其他他手上多了溜溜球 那其實就是在貪婪之島片 他們在修行的過程 我印象中他們要 發展自己的必殺技 那其他選擇的就是溜溜球 其他喔 你要介紹是不是 小孩有用血量有時候真的很好笑 你整個擋到你媽媽的鏡頭啦 他沒有爬桌上 好 那這隻呢就是飛毯 它是一個小矮個子 那它魚傘裡面就是它的劍 那我覺得他們這一彈的面雕 就是上面塗裝還有那骨頭 都做得很棒 一點都不馬虎 那個狗子葉還沒出現 你說比斯吉嗎 喔 對 比斯吉 你說那個阿嬤嗎 那個 那個雞肉女 那個阿嬤 哈哈哈哈 這位就是我們的比斯吉 看似很可愛 但他生氣起來 真的真的不要惹他 真的不要惹他 第一個覺得很驚豔的 其實就是比斯吉 因為他手上你看他有比一個E 其實就是 那時候他們剛在學習念能力 然後他們眼睛看得到這個氣 比斯吉會隨意的比出數字 那小潔跟祈牙就要趕快回答 所以說他整個把它實現這個場景出來 我自己覺得是回憶滿滿很感動啦 哈囉我們在錄影 你看小切寶他也想要跟大家一起做做 好 小切寶你也是那個叫什麼邊角貼喔 你在學他們是不是 你也是邊角貼是不是 好啦那再下一個呢 是我們的 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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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角終於出來了 小結寶裡面連那個卡片都有耶 這次這一次除了比斯吉之外 我覺得真的是 內容真的做得很猛的一個公仔 像在《太陽之島》裡面 他們主要就是每個人 在進入遊戲的時候就有這本書 書的蜂魅也有做出來 然後他手上也有抓這張卡片 還有我記得他這個項鍊 也是其中一個道具 但我有點忘記是什麼 但我的印象中他好像是紅色 欸這組真的很猛 欸這不能給小介寶玩 嗯他現在已經在玩了 啊比斯吉的1耶 喔在這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差一點 差喔 好啦最後一盒咧 站在手上 最後一盒那就是派克啦 我要什麼 你要什麼呀 哇好可愛喔 你看他的那個遙控器 介寶排一下 你先玩骷髒骷 骷髒骷也很帥 他喜歡那個比斯吉啦 喔 他知道耶 好最後一支就是我們的俠客 我記得他好像有點叫派克欸 欸我被派克機拍給洗腦了 那他是操控系的念人立者 他好像只要插那個 針到人家身上就可以操控 然後我最近也開始看遺忘 看得也是滿過癮的 我覺得就是這些遊戲公司很厲害 就都知道我們最近在看什麼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也別忘了訂閱我們喔 掰掰 Kiss Bye 觀看